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 充满热忱 然后呢也是稍有一点霸气 也非常直率 真挚的这样的一个人 用他的多年的这种对祖国深沉的爱呢 创办了中国之夜这样的一台演出 但在这台演出呢汇聚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有共同理念热爱中国的人 一起呢汇聚到这个舞台上 那么在世界创新之都一次一次的 这次中国之夜的上演呢 可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每年度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还有两位啊 坐在何大姐旁边的这位呢是黄杰 她是中国之夜的总导演 大家好 欢迎你黄杰 丁美平你好 那么还有一位呢是尹鸿 她是中国之夜的舞台总监 丁美平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谢谢 咱们就随便聊吧 大姐我跟你的缘分已经非常深了对吧 对 今天大家看到 我穿了同样的衣服 到了同样的地方 接受了同样的主持人的采访 对吧 所以这同样的感受 是吧 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我今天穿这个衣服 也代表着我 不忘初心 就是始终如一吧 大姐其实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啊 那么我记得是在这个0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认识何大姐 那她那时候创办的中华妇女联合会 大姐当时要劝我加入妇联 并要担任一个职务的时候 她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来美国干什么呢 我们代表着谁呢 我们代表着中国 我们要代表中国妇女的风貌 当时我就记得在那看着她 在那慷慨激扬地讲了这样一番话 最后就把我说动了 其实说动我的最主要原因是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人 她就是由那而外散发的那种热忱 和那种真事 确实打动了我 最主要是正气 所以大姐那时候就创办了 开始是中华妇联 之后就是中国之夜 中国之夜呢 其实最早的中国之夜 是在1993年 第一次 93年到现在 整整是26年的时间了 而且每一年的中国之夜 有不同的主题 大姐你为什么要想到 是一年又一年地 做这个中国之夜呢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我做中国之夜 是商演 就是所谓的现在是商演 但是我当时想的时候 在93年的时候 我在湾区呢 我觉得我已经立足了 就是扎下了根 而且呢 我当时感觉到呢 中国申请那个 就是奥运 在这之前申请2000年的 不是 是2000年 对 2000年 跟悉尼在竞争嘛 后来那个 当时美国是坚决反对 中国来办这个奥运 所以呢 我当时非常气愤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那个我觉得 我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可是您来了美国多少年了 我到现在已经来了36年了 36年了 所以你觉得在你心目中 中国的分量会更重 对 我刚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这么爱国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变得爱国了 我真的是我觉得 我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华侨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或者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况 来到美国 都是到了美国了以后 那份爱国的情怀 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 推移而加重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当时出国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是淡淡的 我记得我当时 因为我觉得中国太左了 后来我还想 哎呀 我上飞机的时候 我特别自豪地说了一句 再见到中国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我那时候是这样的想法 可是我到了美国了以后 马上就不是这样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那个学校 去Christmas 他们挂国旗 在那个Christmas挂国旗的时候 当时呢 他们什么的旗子都有 甚至连台湾的旗都有 我们班有三个女生 三个中国人 反正那两个都是台湾的 就我一个中国大陆来的 可是那 结果演出 他们说 让我们出一个节目嘛 Christmas 各个族裔的人都有 结果他们说 咱们唱梅花吧 我觉得也行啊 梅花我挺喜欢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叫Rose 我很敬重这个梅花 后来那个 当时我们走进那个 大厅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那个场地里 各个国家的国旗都有 只有没有中国 所以你那一刻就 所以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 你突然觉得说 那种缺憾和那种被忽视的感觉 而且你 当时忽视我个人 我就觉得 我当时我就很气愤 我就找 跟老师当时在那说 后来我说 你作为一个学校 你既然招收了中国的学生 为什么 没有中国的国旗 后来我说 你这是 对中国都不尊重嘛 对不对 更何况 现在联合国 就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 完了那个 就是现在美国 也承认一个中国 承认这个中国呀 那时候还没有说 一个中国呢 那个反正是 但是中美建交 那时候中美已经 就是有那个什么了嘛 所以我们才 中国开放了以后 才我们才出国 所以你争取之后呢 学校最后 把中国国旗挂出来了吗 没有 他后来当时就 就说非常抱歉 就说我们没有 中国国旗 后来那个 他说不是我们 不想给你挂 我说我 我只代表中国 我说我不可能 那个什么 我说你挂这个 后来我就 我就愤然退场了 我也没演 你看看大姐的这个 非常就是 真挚的分享了 他在那个时候 在学校里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时候没有挂出 中国的国旗 他成为他心里的一个痛 所以呢 他就真的 就从那个时候 他就立志想把这个 让中国的国旗 可以在飘扬在美国的上空 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 了解中国 然后呢 《中国之夜》这台晚会 其实我觉得就是 实现了你那时候 一个小小的愿望 对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 然后认识中国 然后在这样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一起 唱响中国的歌 然后一起呢 去传播中国的文化 对 我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 第一次就是 我们加入中国互联之后 然后后来的这个 那个文演出的中国之夜 我做了主持嘛 对 我当时 前几年始终都是你做的 前几年我做的主持 我那时候有个特别深的感觉 就是什么 就是在每一次 在那个演出的那个当时 都是非常激动人心 因为不只是华人来看 你会看到各个族裔的人 他们走进剧场 来看中国之夜 而且那每一次都有主题 有的时候叫《红旗颂》 有的时候我就记得 每一年它不同的主题 在那个主题的时候 它有回顾中国的 这些年的历史 怎么走到今天 然后中国的灿烂的文化 然后这种高山河流 这种对山河的这种歌颂 各种的这个形式 那我记得有一次 演员多的时候 多达将近三百人 我们现在每年都是三百多人 哇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真的是你可以看到 那么多的人 就因为中国之夜聚在一起 对 是特别就是令人震撼的一件事情 所以黄杰你是这个 就是去年和今年的导演嘛 对不对 对 对 你在导演的时候 像比如说今年的节目的话 你们想要在舞台上 给大家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风格 给大家一个 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一个 我们只有两个多小时的 一个节目 想能够通过这两个多小时 表现整个中国的元素 和其实是难度挺大的 但是我们力争 能够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边 能够体现到它的一个 除了艺术性之外 还有一个多元化 所谓的多元化 就是说我们把中国的 自己的元素呢 尽量的多展示给观众 包括我们的民族舞 和我们的古典舞 民族唱法跟这个古典唱法 包括京剧 然后包括石朗诵 我们这次石朗诵参与的人数 也是相当多 社团参与的 就是我们总共社团 大概都有50多个社团来参加 每天其实报名的节目都 就是我们都接不过来 就是大家群众的参与的热情 特别活跃 其实也是挺痛苦的做选择 因为我们就两个多小时的节目 我们舞台总监总是说 节目不能太超了 好像对剧场来说 可是我们真的是很不忍心 让这么多有热情的 这个参与的这些社团啊 还有这些各个节目的 这个编排的人就失望 所以大姐总是跟我们说 尽量的就把节目 柔和在一起 我们就是把一些 能够整合的都在一起 让大家都有一个展示 和参与的这么一个机会 这也是大姐当初的初衷啊 我记得大姐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舞台呢 不是某一些人的舞台 这是大家的舞台 这个舞台也不是某一个族裔的舞台 我们希望能够 让大家一起来庆祝中国之业 所以我觉得真是体现了 这个大姐当时的 创办中国之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黄杰宁也是这个 硅谷青年交响乐团 和硅谷青年艺术团的团长 所以这次呢 正好可以把这些 交响乐团艺术团的 这些艺术家 都请来一起表演 是吧 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 我认识大姐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看着这个大姐 从那个时候走到现在 每年都在坚持着 做这个中国之业 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做一件事情 坚持三年五年 甚至是十年 但是这一件事情 二十六年的坚持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是一个鼓励 同时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督促了 那我们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把这个品牌 能够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的人 能够感受到 一起来欢庆我们的这个节日 所以我们的这次 从五岁到七十岁 这个年龄的跨度 都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 最小的只有五岁的孩子 所以这次我觉得 这种热情和参与度 让我觉得是 没有任何一台节目 可以来跟他 有一个共同的点 参与也是 鱼有容焉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尹红可能也是这样 你是第一年 做这个舞台总监 那你自己有一个叫做 星星演绎 你也是里面的负责人 那这次你参与到 中国之夜 然后这么一个 有一些历史的品牌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非常荣幸 两个字荣幸 一直作为 中国之夜的忠实观众 那么近年来 作为星星演绎 我们给中国之夜 这个大舞台 输送了一些 优秀的小演员 儿童演员 他们能够在 中国之夜 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辉煌的舞台上 能够和他们的 祖辈和父辈 一起抒发他们 对祖国 对故乡的一种思念 然后对 对作为华人的 一种自豪 这是一种 非常非常让人 激动和自豪的 一个事情 那这一次呢 就是非常荣幸 受到大姐和 志尼导演的 这个邀请 来担任舞台 总监这个职位 那希望能够 尽我所能 一起为中国之夜 还有社区 来先尽力 大姐你没发现 你信的都是 娘子军 你知道当年 你这个不是 美国中华妇女联合会吗 你当时把我 这个吸收到 你的这个 这个麾下 然后呢 你看你做了 好多事 那时候 美国中华妇女联合会 然后有这个 中国侨联委员 还有北京同乡会 那么 花庭会 你也帮了很多忙 做中国之夜 那我们再回到 中国之夜 其实你看到没 就是我为什么要用 取这个题目叫 是谁在美丽间 点亮了中国之夜 因为 其实呢 大姐她就像一个 点火的人 但是最后呢 是满天星 大家一起闪烁的 这中间有很多的人 包括我那时候 做主持 我记得 我连续应该主持了 最少七八年的时间 对 前面 前面没有 那么多人 就是 反正我觉得呢 参与的没有 那么多 我们中国之夜 刚一开始 几百个人 看 观众也就 五百多人嘛 对啊 就是 第一场我觉得有 就是那时候 大概有五百多人 也很好 五百多 后面就上千人 然后越做越大 然后参与的团体 越来越多 演员也越来越多 其实在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 你记不记得 有一年 咱们被勒令 关停 我都听说了 是 对 是 当时那个警察来两次 因为没有座位 观众太多了 观众 坐在走廊里面 全部站 全站满了人 我听说的 警察来了以后 就说的 你这样不安全 然后让我们在中间 演到中间让我们停下来 那说把 要把人轻出去 没有错 结果说 现在本来是说 后面先劝退 就是说 看谁愿意先自己退 结果劝的话 没有人 接受 劝告退 退场 对 所以变成说 警察就火了 说的那个 你们如果说 你们超过这个座位 超过人数的话 你们如果又没有人 愿意自愿退场 必须要停下来 强行 强行退场 哇 你看火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我觉得就是 很多这种都是 你没办法想象 大姐你在当时做的时候 可能也没想到 他最后可以 对影响这么大 影响力这么大 这么多的人参与 但这里面 其实我特别想提到一些人 比如说我特别 敬爱的一个朋友 叫Mary Lee 因为大姐一说到 中国之夜的时候 我就想到Mary 她已经去世了 然后呢 这是她在去世前 做了一本 她的纪念册 舞在她乡情系贝兰 她是贝兰舞蹈团的团长 她跟你一起合作了 中国之夜的导演 对 她跟你一起合作了几年呀 她 不止 大概我觉得好像是 我觉得 我想从六十年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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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到七年 八年 她跟我合作了八年 七八年 非常热爱艺术 而且特别有奉献精神 一个我特别敬佩的朋友 自从我跟Mary合作了以后 中国之夜就特别的稳定 因为最早呢 你想想 全都是我一个人在那儿弄 那个你记得咱们 就是复联成立的那个 那场活动 当时呢 那前前后后 就是我在那儿弄 在你的号召下 其实有不少人 我记得当时有何小沛 对 还有钱天琳 何小沛 还有那个梁建平 梁建平是最早的 最忠实的这个演员 是 那还有那个 我记得还有Martin 当时Martin说 大姐我就记得 当时中国之夜的时候 你带着我们在广场上跳舞 不是 不是广场 那是广场上的艺术 高水准的艺术表演 对 他是广场上 不过就是舞台 因为省钱嘛 然后方便嘛 这样子 对 就是在公园而立嘛 是 然后我记得还有这个谁 何小明 对 何小明 对 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在湾区的 像刘丽 刘丽 刘丽 对 刘丽 这些人 其实 这些人 其实他们都是在 非常热爱艺术 有一些都是 专业的艺术家 黄杰也是专业 但是你看何大姐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 就是让专业人士 也愿意参与 业余的也愿意参与 其实专业和业余 凑到一起很难 我原来的初衷 就是想搞一场 就是怎么把这个 中国之夜走向 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就是成绩呢 我当时就是想搞的是 我参加了那个 你叫国庆委员会嘛 后来我就做了 就是慢慢地做了 那个秘书长什么的那些 那我就觉得 我就想把我的这个活动 做成这个属于 国庆委员会的这样的活动 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就是参与的人 可能也就更广泛一些 而且 因为去说到国庆 因为这个国庆是很多人 大家一起庆祝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舞台 但是对黄杰来说 你说你作为一个导演 那么专业的艺术家 和业余的艺术家 你是怎么样 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呢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说中国之夜 它有它的特别的特点 它的特点就在于 它的多元性 和它的群众性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参与这个舞台的人 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而并不是说在追求一种 多高的艺术水准 而是追求他们有的是一份热情 大家都愿意奉献给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我觉得艺术水准也不低啊 也真的蛮好的 我们是有要求的 对 我主要是呢 当初想的时候 就是觉得 要搞成一个海外的华人华侨 就是庆祝这个祖敌国 这个生日的这种情况 大型的活动 大型的活动 每个人尽量都参与 越多的人参与就越热闹 而且就是声势也就越大嘛 是这样子的 今年70周年的这个国庆啊 其实正好是阵风 这个中美贸易战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 它其实有更特殊的意义 是吧 大姐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是一如既往的在做这个 对我们可能 可是呢 现在也有一些人好像在讲 我们好像是 中国之业有点太红了 就是这样 后来我那天的回答 我说 那我中国之业不红 他在一定是挂红旗的嘛 对不对 所以 就这样 完了 下边也有一些 人在我们 就反而 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 都是有人说的 你怎么做呢 都有一些人是 都有些人是 可以挑出一些 就是说不足的地方 是吧 大姐 其实你这些年我觉得也是 第一个是你是蛮坚持 再一个呢 你也有是 我觉得你的个性就是 其实天不怕地不怕 有的时候那种 有点霸气 或者那种纯真的那种霸气吧 那其实你希望它是 当然你红是红旗 或者说红灯笼 红的这种元素啊 但你希望在美国 这样一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环境里 你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其实我最初想法很简单 我呢就是 最初我刚才刚想讲了 就是说 由于受到了那个刺激 我就是觉得呢 我们中国人 其实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民族 我们不是那种 我们勤劳 勇敢 吃苦 耐劳 完了 而且呢 就真的是踏踏实实 而且不愿意去 主动地去侵犯别人 总是 我觉得优点很多的 反正我 我当时 我就想 我觉得我要在美国 就是起码从我自身做起 要展现出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的这种 本色 你觉得炎黄子孙的 粉色是什么 就像我这样 好啊 您可是真的是不谦虚 这也是 很多人喜欢你的地方 就是很直 很真 比如说刚刚大姐说 她说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其实也不怎么爱国 其实这话 其实说的真的是 很多人的真心话 确实如此 就是你刚出来的那种感觉 可能好像你 好像要想的时候 我到新的环境 那种兴奋呀 那种 你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慢慢你待久了以后 你发现你自己 就是留在你血液里的 出自你本民族的东西 它其实最有价值 对你来说 这是根深蒂固的 对 这个说实在的 就比如说你说 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现在搞得这样 有些人呢 我认为都是心态不对 我真的是这么想 我觉得呢 中国是我 尤其我 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 对不对 我是 祖国多大 我多大 您是那个49年生的吗 对呀 正好70年 对呀 所以也是我的生 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呢 我真的是觉得 那个 我爱这个国家 尤其现在 爱现在的这个国家 那么我到了美国了以后 我也感谢美国 我觉得呢 美国给了我今天的一切 没有美国 我也许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因为像我这样个性的人 我从来都是我行我素 从来不会隐晦 也不会溜须拍马 你说 我有时不太招人待见 真的 他也是这样 你喜欢你的人 就会很喜欢 但不喜欢你的人 也就这样了 对 就是属于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做实事的 对 可是我也不care 我心想 你喜欢我 那我就是 那是他的荣幸 有一点小小的骄傲 这个老王 就先打出外观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说 我们合作过的 你看团队 基本上全都能维持现状 对对 没有说参加完了以后 再也不来的 或者怎样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大姐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他自己是个非常愿意付出的人 他自己出钱 出力 出人 然后呢 你要有困难的时候 他总是冲在第一线来关心你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自己开了个健身房 在阿拉米达 非常远的地方 大姐带了一帮人 跑到我那去 他都不运动的人 他真的待了很久 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说 我觉得他是非常热忱 他在你需要的时候 他总会出现在那 这个是个我觉得 特别温暖的这种感觉 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个性吧 所以聚集了一帮的人 但是 讲到中国之夜这个主题 我觉得就是说呢 一件事 能够去做 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几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事 而且这件 这个中国之夜 可以说现在已经越做越好了 因为 我看到说有这些 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就我那时候主持的时候 就你看有高曼华呀 党伟光啊 那现在有玛丽呀 还有这个 十一节呀 李敖呀 这些人 对不对 这些都是 这是在国际上 获了大奖的这些 顶级的艺术家 京剧表演艺术家 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 文艺演出活动来 他的水准 肯定是已经在那了 对吧 同时呢 这么多人的热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一个事情 或者说看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 民间的这样的活动 但是一次一次 办下去 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对 很多人会说 我能干什么呢 鲁迅说了一句话 很对 就说呢 不必等待聚火 你呢就是 你能点燃一个 你自己能够点燃一个蜡烛 大家都可以去照亮这个 那么大姐当时是可以说 点燃了那么 当初的那个火种 现在呢 现在呢可以说 辽园到很广的地方 很多人的参与 所以让中国之业 我觉得走到 这个 就是七十年国庆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水准了 大姐你最后 希望你对这个中国之业 有什么样的期许 也希望我们的国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只是希望 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希望中美关系能 去完好 而且呢 我希望中国也越来越富强 人民也越来越安康 幸福 安康 对 因为想到说 我们的国家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大姐一样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多年 现在拿着美国的这个身份 但是呢 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我觉得它这个 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其实你代表哪个族意 代表哪一种文化 但是你到这个地方呢 你又可以去贡献 可以去付出 同样是一种爱 而你在传播爱的同时呢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我觉得中国之业 能够在硅谷 这个世界创新制度点亮 它的意义 其实不仅仅是说 庆祝一个祖国的生日 这么简单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凝聚大家 传播爱和关怀的 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 对 好了 到这儿呢 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个非常谢谢 何孔华和大姐 还有黄杰导演 何颖红 那个舞台总监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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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